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个派 那我们要画派的话就先 先把它的这个下面这个派皮的位置 先把它抓出来 记得它是一个圆形的一半的地方 所以不是忽然间就断掉了 修漂亮一点 那再来就是我们来画 画果子 画西瓜画果子 这边画一个 一个 一个柠檬片 那这边画个果子 冰桃 这边也在画一个 朝另外这边 好 那这边画一个奇异果 好 奇异果 画一个 这边好 朝这边去 好 这边也是给它放奶油果 那这边呢 我们可以把它画一个草莓 刚刚的示范呢 有另外一个做画草莓的 所以草莓要把它画大一点 画这个笔的时候 不要一次太不要太用力 轻轻的 这样子画好之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来上色了 那这个派它有这个凹处的部分 那首先我们先用这个涂黄色的 来涂它这个派的凹处的部分 要顺着这个派的方向 这个它是一个半圆形的 不是平面的东西 所以你是上色的时候 也是要给它有弧度的上色 然后再来就是这里会比较深 因为它有垂下的地方 它就会有一个影子在 所以这个交界的地方 这边要比较深一点 还有下面这边也要深一点 换完之后再来加强它的 比较深的地方 这个有的地方会比较深一点 不过来就会有点资讯了 如果您在任何地方可以 这个派的地方会比较深 我这边就会把这个派的地方 不过来就会有些地方 我们能够再来 我们要去帮助 我们要去帮助 一边 一边 我们要去帮助 它就是这里 银子的部分再把它伸一点 再加强它在更深的部分 这波多都画完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再用这个银子色的 把它带一下 带它的中间过度颜色 白色的部分该保留的还是要保留 不要全部都把它涂满 那我们来涂这个奇异果 奇异果它这边中间是白的 然后它我们用这种放射状的 要保留一些白色的 所以是要乘这个放射状 放射状的方向 那下面这边也是绿色的 我们这里没画到 再来就可以让它颜色再让它深一点点 方向都是要放射状的土 谢谢大家 底部这边可以横的 这样带顺着它的弧度线 带一下 加强一下 再来就是画它的果子 或它那个纸啊 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用这个代替 水滴型的 那再来画下面的算是樱桃果子 那我们可以用这些颜色 那这个是柠檬 柠檬的话我们就用也是用这个 先用这个橙色的 然后这里 有点放射状 每一个区块给它放射状 那中间可以把它点一点点白色 或者是绿色都可以 那再来画西瓜 西瓜我们也是 它这边西瓜 这个地方是比较白的 那所以我先用粉红色的 朝这个方向放射状 然后再来就颜色就越来越重 然后再来就颜色就越来越重 那西瓜纸它有的地方很红 就是比较深下去的地方 它有的地方可以用这个 也是用这个带针笔 也是用这个带针笔 它的西瓜纸 下面这边要再让它红一点 你要颜色让它深一点的话 就要用力一点 在过度的时候 然后就是要让它先过去 然后 再来就是要让它有 方向感 然后 你要让它过度的颜色 你到相交接的地方 手就放轻一点 那如果说是要让它颜色更重的话 就再用力一点 这个时候就可以用力的涂 然后画橘子 然后画橘子 画到它边边这边 我们再把它加强一点 它的轮廓 然后再来就是画这个果子 那画果子的话 我们可以用 都是这个色系的 那我先选这个色系 先全部涂 那我这边会保留 因为这边会有光线的地方 我就先把它保留 不要涂到 先用平涂的方法 交叉的平涂 要保留光影的部分 不要去涂到它 再来就用这个紫色的 紫色的加强它比较深的地方 比较接近你靠近里面 物件跟物件相交接的地方 要让它深一点 那你也是要记得它的方向 这个是一个圆形的 所以你这个圆形的方向的话 你在涂的时候要朝着它的方向 它向这个相交接的地方 就是要让它深一点 像这个相接的地方 就是要让它深一点 帮助它 它换了这一个 就是要把这个 最少交接的地方 它这个比较深 在下面 就幾乎沒有光影 顏色就會很重 還記得草莓怎麼畫吧 我們現在是換這邊 顏色讓它淡一點 這裡有個蒂頭的位置給它換 保留一下 這裡就可以換紅色的 所以它兩個顏色不一樣 相接的地方 你有交叉了 顏色就會不太一樣 就會有融合漸層的感覺 這個地方可以用繞圈圈的方式 你想要讓顏色深一點 就繞圈圈的方式 然後越來越深 再來就是畫它的這個 它的刺 有的地方比較深 深凹進去的地方 那我覺得它應該再深 顏色再深一點 沒有關係 如果說你覺得 一直用水彩 用色鉗筆上色 上不了很深的話 等一下可以再用水彩來把它加強 這樣會加強加深你這個 加快你上色的速度 那再來就畫上面這個蒂頭 這邊先塗一些黃色的 那這裡先全部都朝綠色的 這裡給它一點草綠色 那你就用深綠色的 那這裡也給它一點草綠色 這樣差不多就已經到了已經快要完成 大概三分之一的雛形 這裡可以用再用力一點勾勒它 然後這個要成不規則的狀 就是它那個奶油派上面的奶油留下來 這樣子之後我們就可以開始來上色了